如果我老公对我很坏 他如果每个月给我三千块 我都不会离婚啦 蛤 不一定哦 有些离婚的理由 不是因为钱太少 OK 就是他就带走那孩子 就私下带走 然后就跟那个妈妈讲说 你在找 你在找看 我就对着孩子 这样这样这样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啦 希望看到类似这样子的照片的 只是一位 人生是一场刻意练习 刻意练习 我是欣怡 那结不结婚呢 其实是很个人的事 可能因为我们伦理上啊 婚姻是牵涉两个家庭的 所以你的父母就有资格 去催你做这件事咯 然后一旦又牵涉了家庭之后 他就又牵涉了很多法律 更何况是 如果是名人的婚姻 无论是结婚也好 离婚也好 也很自然的会被 无限放大在大众的眼前 那最近呢 就有一宗离婚案 可以这么说吗 就牵涉了一位网红 跟他的太太 当然还有第三个人物呢 是一位有足同胞 那自然就成为各大媒体的 一个炒作的课题啦 那秉持着持续刻意练习 跟一直学习的精神 我们今天不是八卦哦 我们真的是从专业的角度 来了解一下 关于离婚的这个课题 顺便才八卦一下 这个网红的案件 我们今天请到这位嘉宾很厉害 我自己下一下 就是有这位朋友来给我 谈离婚 他的名字厉害了 李嘉诚律师 嗨 大家好 我叫李嘉诚 还尴尬了一下 我刚才有问他 说 Sean 你介意人家开你的玩笑吗 他说没关系 没关系 这是一个很有钱的名字 对 我也希望有钱 Sean呢 就是经常处理离婚的案件 所以他对这些离婚的一些细节 就非常有掌握 我们先从大件事来讲一下 一般上一个人离婚 他需要进行的程序是什么 在马来西亚来说 我只能讲说 如果今天要离婚的话 有两种程序 一个就是所谓的双方面同意离婚 那另一个就是单方面离婚 那如果今天双方面同意离婚的话 程序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它是大概三到四个月就可以完成 哇 同意离婚都要三到四个月 它的程序是这样子的 如果今天双方同意离婚的话 那我们就会准备这个申请书 那就写下里面的条件咯 就是所谓离婚啦 服务养权啦 善养费啦 或者产业等等 那写完之后 双方就来签个名字 那就等排期咯 就等那日期 那如果今天我说一月你签了 那应该时间就安排在二月 那二月上了庭过后 我们就拿一个庭令 那会在三个月过后完全生效 所以大概三到四个月这样子 哦 所以还是要上庭 对 上庭要做什么啊 请问 上庭是双方去跟法官讲说 其实他们是aware of这个离婚 哦 他们是同意的 哦 而不是伪造这个东西的 哦 对 所以就跟法官讲一声这样子 对对对 因为通常需要法庭 法官讲说 哦 so did you agree for this 他讲 啊 yes so you understand the contents of the petition 他讲 啊 yes 就可以了 就这样子 哦 整个过程五分钟搞定 搞定 哦 有意思这样 所以你看 哎 坦一坦恋爱要十年八年 离婚就五分钟的事情 所以通常人家会认为 哦 是不是要等很久 我们讲大概五到十分钟 所以通常我们的client去那边 啊 就这样了 搞定了 就这样了 没有因为看戏看很多 啊 对对 所以我们 你刚才说 我们在上了法庭 算是宣誓吗 在法庭那个动作叫什么 法庭那边 因为通常我们准备东西就申请 申请书咯 就是离婚申请书 里面有你的条件啊 谈判的条件 第二课就是所谓的宣誓书 嗯 去承认 去affirm你所有的content在里面 哦 所以也要包含那些条件 呃 他只是 那东西很简单 里面只是讲说 哦 我只是要去承认 所有东西是熟食的 哦 在宣誓官前面签 那就好了 就可以了 那这个东西在生效 你说需要等多久 呃 三个月 三个月 意思就是你跟法官 讲义生之后 你还要等三个月 才算是正式离婚 对 因为你上校听过 法庭会给你一个 所谓的declinizer 还是一个暂时离婚庭令 哦 暂时而已 不过这三个月期间呢 假设啦 假设 可是很少会发生啦 你想想复合嘛 对 如果这三个月里面 还是想要复合的话 还是有机会的意思啊 还是有机会 没有 如果是真的是这样 法律上应该怎么执行啊 就是又已经跟法官讲一声了 我们去follow一个application 去resign掉 就是去cancel掉 那个declinizer 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 理解 那个是双方面离婚 对 单方面离婚呢 单方面离婚的话 因为通常如果今天 你要做一个单方面离婚 你双方必须先去JPN 做一个调节 就是reconciliation 这是文明规定的 你一定要做the first step 就是看能不能够挽留对方 对对对 过程是怎样的 你为什么不爱他 我不懂的过程 他还没有去过 没有 就会怎样 就两个人坐在那边聊啦 对对对 那个counselor会问 到底婚姻有什么问题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可是这东西不是一次 是三次 哦还要去三次 如果假设我 我现在三月 第一次做这个reconciliation 那如果不成功的话 他可能还再fix多一次 然后第二次不成功 再fix第三次 那如果真的还是不成功 他们就issue一个certificate 讲说谈判失败 谈判失败 这样我们就用这个 所谓的certificate 去申请单方面离婚了 哦 可是一般上所见 是不是都 比如说我是老婆 一般上我的老公 应该都不想配合我 如果我是想要离婚的那个人 对对对 那怎么办呢 他又不要跟我去调解 怎么办 那如果今天是老婆 想要提出离婚 那他就去做这个申请 去这边做这个申请 这边就会send一封信 给这老公讲说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reconciliation 如果老公不想出席的话 那第一个 在第一个阶段 就会结束 哦这样子 这样他就会出一个certificate 讲说老公不愿意出席 这个reconciliation 那我们也可以用这个certificate 去做一个单方面离婚 哦哦也可以的 也可以的 OK 那单方面离婚的程序 有不一样吗 有不一样 是因为假设单方面离婚 我们就做这个申请书咯 里面就讲说 你所要的条件 哦就是我离婚 我要这个房子是我的 孩子是我的 对你要这个房子啦 你要孩子啊 你要多少要赛养费啊 那我们成交这些申请书之后呢 我们就等一个时间 那我们要事先通知这个男方 看他需不需要做一个抗辩 那如果今天他在21天 没有做出任何回应的话 那我们要跟法庭讲说 哦我们已经serve了 已经serve notice了 serve notice了 可是他不要做出回应 那我们就跟法庭申请 那个上庭的日期 那拿了日期过后 我们还要再跟这个男方讲 通知他讲说 日期已经定了 那如果今天不出席的话 那我们就会跟法庭界 申请我们要的条件 拿这个离婚的听令咯 这样他必须要agree咯 如果今天他不要看变化 这样我就拿我要的东西咯 我要讲一件事哦 因为现在你们serve这些notice 还是用书信记的嘛 对不对 其实有没有可能记施的哈 就是没有记到他手上啊 可能他搬了家啊 感情太糟糕这样子 所以这个petitions呢 法庭一定要我们亲手 交到他的手上 嗯 这个对于呢 你们来说会有难度吗 要找到那个人 不会啦 哦 不会 还是找到人的 还是找得到的 哦 如果今天我们记不到他家 可以记到他公司咯 嗯 理解 OK那就是单方面离婚 那刚才提到几个关键字眼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好奇的 首先是赡养费 赡养费 有没有一个计算的方式的 没有 哦 赡养费其实没有一个演算法 因为很多人认为 哦我老公赚了十千 我想跟他拿一个五千 这赡养费 嗯 那我们讲说 应该不可能啦 因为我们是看你以往的 你以往的这所谓的 呃 怎样讲 收入 不是收入 你以往的生活是这样子过的 哦 那以往 你之前的marriage的时候 你是 老公是怎样给你这个费用 去过你的生活的 嗯 那如果今天 平时 呃 在你的这个婚姻当中呢 如果老公是给你三千块 去做你的 日常开销 日常开销 那法庭通常就会判这个 类似 差不多一样的那个钱啊 对对对 这样如果老公对我很坏呢 他如果每个月给我三千块 我都不会离婚啦 啊 哈哈 不一定 不一定 有些 有些离婚的理由 不是因为钱 钱 太少 OK 所以如果是我老公 一直以来都没有给我家用 就代表我不能够apply for 也可以啊 嗯 就看你平时需要多少的费用 去维持你之前的生活 哦 然后那个法官就做个判断咯 所以也不是说 你要多少钱就可以 私自开大口 对对对 除非你的那个男人很亏欠你 你知道吗 就是可能跟男人要急着离婚 然后说好吧 那个赡养费多少你讲 我给你 可以吗 这样子 双方同意咯 哦 所以如果单方面的话 一般上比较难达成协议的是什么 会不会是赡养费 赡养费 嗯 然后就是孩子的抚养权 哦 都是这两项对不对 对对 那很多赡养费会不会答应了也不给 有 我们会有法律去制裁这个东西 还是其实没有的 如果假设今天判下来的东西是 老公要给老婆三千块 嗯 可是孩子没有给对吗 嗯 如果累积到一个三十六千都好 嗯 我们可以做一个所谓execution proceeding 去free start account 拿那个笔钱出来咯 可以的哦 这是其中一个程序了 嗯 然后第二 还有另一个程序就是 我们可以做一个所谓的committal proceeding 嗯 就是subject他去救咯 因为你没有去 你没有去执行这个庭令嘛 你再秒释法庭 法庭的庭令 哦 那法庭 我们就跟法庭申请咯 就讲说subject你去这个 嗯 嗯 因为我每天看呢 吹水战有很多的 就是讲哦 答应了上行费又没有给 然后还有很多呃 看似是分家产 然后可是之后才发现 可能那个东西是欠钱的啊 还是怎么样 可能他分到那个 比如说那个房子好了 他误会了 那个房子已经供完了 还是怎样 之后才发现还要供 可是通常这些东西 一开始在做这个 啊 所谓分配的时候 应该就有一个 Frank Disclosure 哦 就是跟你说 说清楚 那个钱是怎么什么地步 到底有没有在签 这银行钱 哦 理解理解 OK 那这是赡养费的部分 抚养权 我们看系统讲 小朋友多少岁以下 都是跟妈妈 可是文明规定是 在法律底下通常 七岁以下的孩子 是跟妈妈的 哦 一般上是这样子 可是这是所谓的 我们讲rebuttable presumption 就是 这是可以推翻的假设 就比如说 如果你妈妈家暴你 这样你当然不能跟妈妈咯 对对 所以爸爸有这个责任 去推翻 讲说 哦妈妈 is unfit 就是 她没有资格 养这个小朋友 通常有什么理由 就是精神有问题咯 嗯 家暴咯 经济咧 经济不稳定咧 经济不稳定就跟爸爸拿呀 果然是很熟练 好熟绍啊 就跟爸爸讨养费就好 那 OK 如果是这样 七岁以下 就好像比较有方向 七岁以上咧 小朋友是跟谁的 一般上 七岁以上 以案例来看 嗯 法官还是倾向判给妈妈的 哦 因为妈妈有母爱嘛 妈妈比较能照顾孩子嘛 嗯 然后当然 有一些案例是 七岁以上是判给爸爸的 嗯 因为法庭有很多因素 会去考量 嗯 其中一考量就是 他们问孩子 比较想要去 真的会问的啊 会问 可是它不是一个 决定性因素啦 它是一个 可以参考咯 哦 所以法官自己去问吗 因为我们会arrange一个 所谓的child interview 跟法官的 哦 很忙哦 法官 当然那个孩子要 已经是capable 给他的opinion了 嗯 这样我们就可以arrange一个interview咯 嗯 你看过真正抚养权真的 非常的激烈的父母吗 看过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 过程中是怎么样 小朋友是不是很痛苦 就是即使我们拿到抚养权都好 嗯 爸爸还是不愿意交出那个孩子 怎样呢 就是他就带走那孩子咯 就我 就私下带走 然后就跟那个 妈妈讲说 你在找 你在找看 我就对着孩子 这样这样这样 嗯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啦 这样怎么样解决啊 就暴走 哦 嗯 他为什么会输掉这个爸爸 就为什么输掉孩子 一定他讲得出这种话 感觉上好像也不是很 没有啦 因为 因为我们都说嘛 法庭比较倾向叛业妈妈的 哦 所以他不是实力输掉啦 他只是不甘心 所以讲出这样的话 对对对对 真的很复杂哦 你的工作 累哦 因为我也是觉得 啊 如果我每天面对这种工作 会不会稍微的 对人性有一点 讲讲 麻木也好 还是有点厌倦 还好 是因为通常有问题 才会来 refer给我们嘛 嗯 所以可能有人性好 因为我们看不到 因为通常 来到这里都是比较 有问题的东西 嗯 你对那种正常的婚姻 正常的爱情 会不会有那种 看你几十里 那种感觉 哦 不会啦 只是我会跟我朋友讲说 有需要可以找我 哈哈哈 刚刚我们私底下 有聊到说 因为可能他身边 也有一些 亲戚啊 什么的 有这个服务的需要 我讲说 哇 真的好方便哦 是有啦 是有啦 也设处理一些 亲戚的案件 那你看这个网红的 离婚案哦 你有什么觉得 这个过程是算是正常的吗 还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 正常 因为我不懂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觉得目前是还正常哦 就是通常会发生的事情 因为基本上 现在的案件是关于到通奸 第三者嘛 OK 那可能为什么这个新闻那么受关注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涉及了有足同胞 那其实在法律上我们是怎么样处理的这个部分 我是说如果今天是以一个目前普通的通奸案的话呢 那通常我们会把这个第三者纳入这个case里面 as a co-respondent 就是还是被起诉 as第三者 因为它导致到 别人的婚姻破裂 可是他们的案件呢 以我的观点来看 因为以目前马来西亚的这个案例来看呢 Muslims cannot be brought 它是不能带进去一个non-muslim的marriage里面来谈的 你明白我意思吗 明白 所以它本质上是不能够放在一起说谁有错还是谁没有错 这样 制裁谁 因为好像high court 他们只有那个权利去谈non-muslim的marriage 那如果今天这个所谓的永诸土包带进来的话 那就有问题讲说到底这个civil court有没有权利去听它这个案件 因为牵涉到muslim 理解 那以现在案件来看是不行的 至于他们要去讲解决个问题 就要看他们的律师了 OK 我们先不说到底有没有通奸这件事发生 只是说如果真有歧视的话 处理上其实有矛盾的 对对对 就是我们看到网红的老婆说 如果是这样子我要告她 其实在法律上可能不可行 这样子的意思 对对 OK好 那讲到通奸会不会也是你们处理的一个关键呢 处理离婚的一个关键 对啊 因为当法面申请离婚的话 她有很多理由 其中一个理由就是通奸咯 嗯 那通奸比较困难是因为她需要很多证据 嗯 需要怎样的证据去支持 照片咯 要拍到怎样才算通奸咧 Kiss咯 哦要这样子啊 可是真正 两个人一起走进酒店房间 可是真正在法律底下是要看到 是要看到类似这样子的照片的 只是因为这东西是很难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我们冲起来只可以证明这两者是有这个关系在的 所以意思是我刚才讲的走进酒店房不行哦 走进酒店房还是一个 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环境证据来证明 这两者是有关系的 哦 好像所谓通讯录 哦 Message 照片咯 这些也是有灰色地带啊 比如说我每天都叫我身边的人 亲爱的 这样也不代表我跟他有什么关系 可是如果你每天在晚上的时候打电话给他 过后再来去那里开销啦 嗯嗯 所以还是involve很多common sense对吗 就不能够我们说硬硬讲的 对对对 他需要很多环境证据啊 你不可以以单因证据来证明 他们双方是在通见 哦 有试过有这些证据 可是最后被怎么讲推翻的吗 还是一般上有这些证据就一定成立了 我们有偷录音咯 我们有去avise client录音 哦 录音要录到什么咧 他们承认咯 哦 嗯 这样就比较方便 哦 他会用方便这个字 他真的是麻木到一个地方 去方便我们 专业专专专专专 所以我私底下有问孙说 那你和私家侦探会有合作在这部分对吗 我们有私家侦探的联络方式而已 嗯 就知道说你的客户有可能需要他们的帮忙 对对对 通常我们会给客户他们的资料 嗯 这样我们继续联络 嗯嗯 至于过程怎么发生 我们就没有来去 你们只需要那个证据而已 对对对 OK 所以刚刚有讲到通见是离婚的一个 一个理由 对 那其实我私底下有问孙说 这样我可以告他通见 可是不离婚的吗 很难啦 因为你要离婚的理由就是通见 嗯 所以你的goal就是要离婚 才会谈谈 才会谈这个通见 我只是不爽那个小三是不可以的 不能啦 哈哈哈哈 这个有点难咯 哈哈哈哈 因为就我想要吓一下我老公啊 这样子 可能你可以告他 可是不在这个婚姻的法庭里面告了 哦 有可能可以这样子 诶 这样子我想问 如果通见的话 OK 我的final go是离婚没有错 嗯 那错的是那个小三 还是错的是我老公啊 两者 两者都有错 所以两者也是要给一个compensation的 哦 怎么样算那个 非常紧的 法庭来定 大致上是这样 有看过两百千 有看过十千都有 是以看他的这个能力范围吧 哦 这个就是看 不是老婆的那个心理创伤有多大 没有 哦 那钱是谁来定 法官 法官 就直接说 你因为通奸要给他多少钱 这样子 对对 因为你导致到这个 两者的婚姻破坏啊 嗯 所以你要给他多少钱 嗯 你处理过 几手的这些通奸案 通常都会因为什么而棘手 就是如果有一个通奸案来到你的手上 很难处理的 通常他的理由 证据不足咯 哦 因为我认为 他们对我认为他们有关系的 我的老公对我冷淡了 我认为他们有关系的 哦 我认为就赢了 哦 OK啦 哈哈哈哈 我现在仿佛哦 我现在我是哪个来人 你知道吗 所以很多人会 就丢出一些照片 你看你看 他们在哪里出现过 可是以这种单一照片 谈不来 哦 就是我们很难去举证啦 哦 对对对 那所以一定要有 要有 不是啦 哈哈哈哈 就是要很充足 对要很充足 至少要录 注意让我们去说服法官 嗯 有这个东西在发生 那通常如果真的是 呃 有这个通奸的情况啦 拿到证据阻挠 你会跟那个老公讲吗 就是哎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 对对 因为我们在途中的时候 我们就要交换 Document 你们就要交换证据了 哦 如果对方有代表律师 你就要跟他讲 对对对 哦 就要给他知道 我们有这些证据咯 那通常他们知道过 他们会劝 他们的client讲说 哦 我们庭外和解吧 哦 还是可以这样子 还是可以 那庭外和解又怎么谈呢 那个钱 还是不用 不一定要牵涉到钱 不一定要牵涉到钱 哦 可是 好像有时候client呢 他们就是要 给那个女生一个教训 所以他怎样 也是要跟他讨一笔钱 嗯 所以可能就丢一个 minimum amount 嗯 给他的 嗯 好过一点啦 嗯 所以你们的工作 真的是涉及很多的谈判哦 哦 对对对 离婚比较多谈判 嗯 可能谈了一年都谈不来 什么原因会 谈了一年谈不来咧 因为 抚养权 如果今天抚养权归我的话 嗯 这样我们就要谈你的探视权 哦 对耶 我忘记讲这个 对吗 探视权是讲 一个礼拜可以见一天那种 就是这些东西 就要谈很久了 哦 嗯 因为如果今天双方的关系还是很好 嗯 那我今天抚养权归我的话 那我就会给你一个探视权 你要几时看孩子都可以 这是最好的安排 嗯 可是最轻松 嗯 我们就不需要做这样的东西 嗯 然后还要去决定 呃 新年的时候啦 呃 圣诞节啦 public holiday啦 school holidays啦 过清明啦 嗯 等等之类的 嗯 所以你想要在每个节日做一个安排 是很累的 嗯 所以这个谁去做裁判啊 就是 哎 到底你是四个小时零一分钟 还是 所以为什么谈判要这么久 是因为如果今天我们要同意离婚的话 这些东西我们就要谈 嗯 那如果今天是单方面离婚的话 就给法官去判 判定 判定 嗯 理解 嗯 那也聊掉一个情况 就是如果 另一半呃 死亡的话 嗯 那假设我跟谁结婚了 然后他不幸死去 那我现在的status算是怎么样 vido 你status就算是寡妇 嗯 那其实基本上呢 once你的另一半 嗯 去世了 那你的marriage就是 解决了 就是 嗯 所以我就自动回复单身的 嗯 你可以再婚 哦 OK 不是单身 还是vido 哈哈 是 是 哈哈 就是寡妇啦 就想说你 这样你就可以再婚咯 哦 理解理解 所以在整个怎么讲 婚姻的法制体系上啊 你个人是觉得 会不会经历了这么多的过程之后 你会觉得婚姻很没有必要 因为他多了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在拉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嗯 还是大家都讲的 婚姻就是一个保障啊 雷 你以后的那个保险哦 就是有什么事的话 你那个保险的那个名字是你的 很多人会问我 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问我 讲说你对婚姻会不会没有了信心 嗯 因为处理这样多案件嘛 嗯 可是我只能讲说 因为我遇到案件都是不好的婚姻 嗯 那我也不能去抹杀好的婚姻 你有这样理智吗 我理智啦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我还是觉得 我还是会劝我的朋友讲说 如果今天你遇到对的人 你是可以去结婚啦 嗯 这个这个讲法是没有在 你们不结婚 我只要有离婚的 可以席座的这样的前提是吗 没有是吗 没有 哈哈哈哈 因为其实是嘛 我们的法制就是这样子 I mean就是 Structure是这样子 System是这样子 那如果 越来越少人结婚 自然就真的越来越少人离婚的我 可是很多时候 你不能因为怕 而不去抹 嗯 嗯 我只能这样讲 而不是讲说 怕以后会离婚 因为起来有很多问题 人家你不去结婚 嗯 这样很难的 嗯 这样要为什么而结婚呢 如果是这样 I咯 哈哈哈哈 没有 因为我相信来到这个部分 一定有很多人这样子问 为什么我还要结婚 我找不到理由 那很多人都是 呃 哦 在一起够久了 呃 好像就要迈向下一个阶段 好像是必然的 当然前提是父母不吹婚的情况之下 在自由意志的情况之下 嗯 就觉得很必然啊 这样就踏入婚姻 可是 我觉得婚姻制度有一点点 不人性的原因是 因为人会随着每个阶段的改变 嗯 就是人要从一而终 其实很难的哦 因为我 我现在喜欢吃这个 不可能 20年后我还喜欢吃这个的哦 这样子 对我明白 是 所以 可是我们是被一个制度锁死的 我就是一夫一妻 这样子来共度余生 如果不是的话 哦 就要离婚 离婚就要很多钱 这样子 嗯 嗯 嗯 我只能 我只能讲说 享受当下 如果你觉得 这个时候结婚 是对你好的话 嗯 这样你就结了 嗯 嗯 我只能这样讲 我觉得 我只能说 我很难跟律师聊 就是 因为我们比较 比较理性是吗 对 因为律师是 怎么讲 所有的东西 都是明文规定 就是 呃 如果你觉得 OK就OK 你签下去 你就负这个责任 对对 那你要 怎么讲 解开这个枷锁 那你就给五千多块 就这样简单 就这样简单 哦 因为我现在 我现在handle的 这个离婚案件呢 它不 不只是 局限你二三十岁 五六十岁 为止 你觉得 为什么五六十岁的人 要离婚哦 我正讲说 现在太多的technology 可以去解说太多的人了 哦 所以还是因为 有新的人才离婚吗 对 有没有人是觉得 啊好吧 我们已经变成朋友了 那我们也不用有婚姻关系 这样也不需要离婚啊 哦 就是因为离婚 是因为你遇到另一个 你想要跟另一个发展 你才会离婚 嗯 那如果你如果你觉得 现在的现况是很好 那即使你当作 还是一个家人 是个朋友 那我不觉得离婚 是一个你的last resort 嗯 你有遇过什么 很奇特的离婚的案件吗 奇特啊 嗯 很多案件都是这样子 我不觉得是奇特啊 嗯 嗯 我只能说 不一样的背景吧 嗯 好像六个月 结婚六个月要离婚 也有啊 嗯 那 去到四五十岁要离婚 也是有啊 嗯 遇到另一半是同志 也是有啊 哦 OK 先说 遇到六个月离婚的原因 是为什么这么短寿的婚姻啊 因为我们觉得不对人 结了婚才发现不对人 嗯 所以是闪婚吗 哦 这点我就没有问了 嗯 因为他们也是没有孩子 哦 可是因为你要知道 在法律底下呢 是结婚两年之内是不能离婚 啊 是啊 嗯 哦 这个我又不懂 是是是 哦 所以假设我今天是在2021年结婚的话 2021年1月结婚 那是在2023年1月才可以离婚 好久哦 就算双方面同意都不行 这样怎么办啊 他六个月要离婚 怎么还要顶他一年半 顶他一年半咯 或者是你可以申请分居先咯 哦 嗯 还有一个是什么分居两年自动离婚 是这样子的吗 哦 不是 哦 如果今天你是 呃 结婚 少过两年 但你可以跟法庭申请分居 嗯 这是没有问题 那如果今天 你是 呃 打算以分居的理由 去做 单方面申请也可以 因为今天 单方面申请离婚的话 他其中的理由就是要分居两年 哦 哦 它是一个理由 给你去申请 单方面离婚 而不是 而不是一个结果 而不是自动离婚 哦 就是我已经跟他没有在一起住两年了 所以我们要离婚 这样我要怎样证明我跟他没有一起住两年啊 对方要继续同意咯 除了这个呢 或者是你可以去证明 讲说你住在这里 嗯 因为可能 可能两个国 两个在国外 哦 也这样子的理由 或者是 呃 你已经搬去 呃 Penang 嗯 过后还在KL 嗯 那你们已经没有互相联络啊 哦 这样子的理由 也可以的 也可以 理解理解 那刚刚讲到如果是同志的话呢 是一般上就很乐于接受 哦 发现你是同志了 能不能离婚吗 还是 都是有一些纠纷的 有一些纠纷 不能接受 嗯 因为 我遇到案件是 他已经有孩子了 嗯 过后才发现 另一半是同志 嗯 这样 他就要发离婚 他就要发离婚 可是是双方面同意吗 不是 是女方申请 双方面离婚 然后为什么男方不同意呢 呃 男方不同意是因为 牵涉到 抚养权 还有牵涉到 这个善养费 哦 OK 那离婚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呃 离婚的理由 是以 不合理的行为 导致他们不能 继续相处 下去 不合理的行为 嗯 哦 会不会是跟暴力有关 因为 其实基本上呢 OK 我就讲说 四个理由嘛 打方面申请 通奸咯 过后第二个就是分居两年咯 嗯 或者是抛下你两年咯 嗯 还有一个就是不合理的行为 导致不能相处 这是一个好像一个 umbrella clause 这样就是 好像我找不到这三个理由 这样我就会去用这个理由来做 就是他上厕所没有关门 啊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哦这样子啊 对对对 也可以的啊 所以同志应该会纳入为 这个 clause里面 理解 这理由里面 讲说哦 因为他是同志嘛 所以你还有不合理的行为嘛 所以你们不能继续相处下去嘛 所以你要申请离婚 啊 OK 反而不是暴力啊 我以为其中一个会有暴力耶 也是不合理的哦 不合理的哦 哦 那暴力的部分要怎么处理啊 也是要有证据 对 暴力呢 通常如果今天你一旦发生家暴呢 我们会去avise你去 lock这个police report 嗯 然后还要去做这验详 嗯 不拿这验详报告 嗯 这样擦开 擦开去证明有暴力的行为 嗯 除了呃 我们新闻也有看什么拍自拍照啊 那种 对对对 他打你的时候立刻要拍下来 对对对 然后如果可以录影到最好 对对对 哦这些都是 是 是真的是要这样子 可是通常 因为如果是一旦发生家暴 通常第一次 我不觉得那个女方会去 或者是男方 就是被 被家暴那些人 嗯 会去做这些东西啊 嗯 刚开始 对对对 他可能觉得那两天心情不好 对对对对 可能他认为 嗯 只是心情不好 然后我还是选择原谅 嗯 那如果第二第三次 我觉得你需要做一些功课了 就是要去录影 嗯 录影 嗯 然后去验商 私底下去lodge一个police report 嗯 都好 你有遇过的情况哦 就是明明很应该离了 死死不肯离的原因 有 都是为了什么啊 因为我真的有问过 为什么你还是想要继续 因为还是选择相信他会改过 嗯 可是我的认知就是 一旦有人会对你这样子 有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嗯 没有啦 他还是有火的啦 我觉得 因为刚才我们私底下在聊的时候 觉得Sean你会不会很num了哦 他就说 哎呀 我做第一两年的时候 可能还会有一点情绪 可是现在就觉得 啊 你们纯粹啊 嗯 没有啦 如果今天client 或者是顾客 他们在我们以前哭的话 我会讲 你哭完了 再说吧 哈 你不会安慰他 我已经看惯了哦 其实 是哦 给他滴下滴手 给他滴手啦 就讲你哭了 我们再谈咯 哦 因为不然的话 我们不能做什么咯 哈哈哈 你可以借个肩膀 哈哈哈 这个不在我的job score里 哈哈哈 OK OK 如果 通常一个离婚的案子 就involve律师 一定要involve律师啦 是不是一定要involve律师 是一定要 一定要involve律师啊 所以 让你收费会 砰 飙涨的原因是什么 嗯 就是要去 通奸吗 会不会是通奸的理由 不是 要去争哦 哦 要去争 要去争 抚养权啊 散养非 孩子散养非 妈妈散养非 过后还有产业 哦 所以通常如果你要 你的律师帮你去争 你的那个成本就大一点 对对对 因为他签设的时间是 两年 甚至三年 哦 OK 然后你要准备的文件很多 哦 明白 哈哈哈 他突然间有一种 他眼神有点倦意 很多文件的 你 你会不会跟 怎么说 新的律师讲 关于就是 你如果 当然我知道你不只是负责 这个部分 做专做离婚 案件的律师 有什么利和弊 利 我觉得还好啦 弊是蛮多的 就是因为你要去 你要去 不只是单单 去处理文件上 的工作 你还要去处理 他们的emotion 因为有些 有些client 如果是女方的话 那他们可能 有时候又要加暴 他们晚上就会call你 讲说 哦 现在又发生了 我应该怎么做 哈 你们去 你的工作方的 也在这里哦 是咯 你接不接呢 接 他有 agency job也是这样的 就是拜六礼拜 我们做event 拜六礼拜 还是要接 就是要去 安抚他们的心情 然后要去跟他们讲说 要怎么做怎么做 好像讲说 你看你看 我的那个男方 又怎么怎么 我们要去安抚 就把你当垃圾桶的意思咯 有情绪垃圾 就会找你 对对对 我始终觉得 一个已经败坏的婚姻 其实很值得去直面他 很多人都觉得 哦 婚姻关系 就是我的一个 法律上的一件事 那其实 我觉得他的心里面 还是有那个 两个人之间的 那个牵连的 那我有见过 也有很多事 已经没有爱 可是因为孩子 不离婚 我一直都主张 在我的内容里面讲的 并不是 你的孩子幸福 并不会因为 你还是他老公 或你还是他老婆 是因为你们共同去爱他 那如果 硬硬把两个人扯在一起 然后不离婚 然后可能对 下一代的祸害 会更大的 我总是这样觉得 因为没有爱 就会吵架咯 然后吵架 小朋友就会看在眼里 这样子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 大家如果可以的话 和和气气啦 虽然讲这句话 是白讲的啦 就是来到这个 离婚的阶段 一定是有很多的情绪 跟你有很多 拉扯 双方的利益伤 然后不甘心 所有的负面的事 你看跟谈恋爱差多远 谈恋爱就分手而已嘛 然后结婚就是要离婚 这样子 OK 所以我通常 我会跟客户讲说 最好就是以孩子利益为先 来去处理你们的婚姻 不然的话 最大数据还是孩子 是哦 你这样讲的时候 他们会听吗 不会 不会 很少啦 出到孩子都不会哦 有些就是要整到 所以我也 有时候是觉得 很多大人做的决定 是以孩子之名 他不是以爱之名 就是他的那个说法 是为了孩子 事实上 他里面是为了要赢 因为不甘心 因为不想输 真的辛苦你了 今天 很可爱的 他 非常专业 可是同时又 在感性上 有一点点的拉扯的时候 工作就需要这样子 OK 今天我们很谢谢Sean 来给我们这么多的分享 那如果要有这个相关的 那个需要也可以找你了 怎样找到你的 一马上 可以去我的这个律师事务所 的website LiangPartners 那里面有联络方式 OK 好 那今天谢谢Sean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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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